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来自赵宏略所在的这一侧 赵宏略的传中球摆回来 阿奇姆鹏 这一下张颜立功了 近距离面对阿奇姆鹏的打门张颜是反应非常快 把球是挡掉 前场的断球苏阿雷斯 面对两名防守队员把球摘出来 这边立马的转身 马上跟上的补防 这一下非常的及时 还是张小斌 刚才是和队友协防破坏了立马的这次进攻 无锡摆回来 调整之后的大门来自罗继 这次进攻应该说是形成了连续的攻势 今天在这个位置 苏尼哥队几次的上抢 几次的拦截 范围开始 漂亮 无锡的抢断 黄自上 左边空 看一看什么时候给 不错 来罗靖 罗靖 大门 这一下多亏了王手全员的骑士到位 白岳峰 宋岳 有 阿奇姆鹏把球坐下来 这一下的贴地战 来自苏尔雷斯的大门 又是张岩在门前及时的下地 反应非常迅速 目前在祖先杯的得失球是进了11个球丢了两个球 先看看这一次逻辑外围的远射 这小球打得力道十足 可惜是没能够把球压在门框范围之内 派打继续组织进攻 这一下 阿奇姆鹏的投球攻门 因为张岩第一下应该是想出击去破坏这一次的传球 但是球还是没能够够着 被阿奇姆鹏是完成了投球的破本 下半场一上来 这场比赛达到了50分钟 利用好场地的宽度 李昂上来 里边左侧有张成 李昂还是往中路去给谢鹏飞 黄自昌在不断的穿插保护 好球 漂亮的转身 黄自昌 这一下个人能力啊 还是很有创造力 很有艺术性的一次过人摆脱 因为泰达那一年 11年拿冠军啊 还有一个特殊的政策 就是亚冠保护原则吧 先看这次阿奇姆鹏 打门 好球 这一下张岩是及时出击 封住了小都 阿奇姆鹏 还在用身体把球护线来 交给赵光略再传进去 张岩还是选择双拳 把球打给谢鹏飞 看看手转弓怎样 漂亮 这一下犯规要直牌了 漂亮的摆脱 可以 可以 这是个机会 打门 这一下助理裁判 别有举棋 谢鹏飞的依次捅设 被门将挡掉 但是看谢鹏飞的表情 主裁判应该是没逼脚球吗 好像举棋了 估计能打了 还是把球搓起来 直接完成扫射 哎呀 球接了 这是来自无锡的一脚握射 造成了泰达的一次乌龙球 场上的比分打到72分钟的时候 扳平了 苏尼高队一比 这个球呢 定位球是 其实是让张诚的 悄悄地插上 漂亮 还有机会 内部位置 周云敲过来 还有吗 这一下是 李长坤 把球没收了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 江苏苏尼一购队和天津泰达队 是在 首回合的比赛中 1比1 握手言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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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